美国好像自疫情爆发以来,人们都一直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,疫情迅速泛滥,确诊病毒直线上升,在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下,美国一生每天都要面对上百名患者,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,因白人警察跪杀黑人引起的大暴动,也在全美蔓延开来,到处都是火光冲天的景象,在此期间,美国还遭到了各种天灾伤害。 位于美国境内最大的一面,自由悬挂式美国国企遭到强风撕碎,一分为暗,上面的花园已经残权不悬。 在华盛顿拓制又经历的几轮,强雷暴,一道道闪电划破月空,其中一道闪电直击美国地标性建筑,华盛顿纪念碑。 因为美国民众平权活动,而被调网的两名士兵,也不幸被雷劈中,所幸并没有生命危险。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去想,难道是不祥之兆,美国网民也插开了话,不断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观点。 对此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。